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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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介紹這台車厲害了 它就是我們離木村拓哉最近的距離 Nissan Aria 因為它之前在日本的代言人就是木村拓哉 那其實這台車子在今年年初的台北車展當中 就已經現身過 其實我們當時也帶大家看一下這台車的一些外觀特色 當時其實就已經展開接單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 有預訂的大概150台 而今年的配額大概也有200台左右 其實收歡迎程度可見一般 那Aria這樣的命名 其實代表了高貴和威嚴的意思 這也體現在它一些內外觀設計 甚至是開起來或是乘坐的感受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台車的哪些特色吧 那我們今天所借到的車型 是所謂的真程版 就是比較高階的選項 它的預售價是189.9萬元 那在外觀車頭部分你會發現 其實Aria它用了很多極簡的設計 但是這個設計看似簡單 近看其實還是很多細節 例如說它這整個前面 現在不是水箱護照 但是它是一個類似前臉的造型 在細節部分你放大看一點 它裡面還有一些紋路的呈現 那搭配兩側的燈組 它兩側的燈組其實也是有這種 Y字形呈現的感覺 上半部的地方是LED的主燈 那下半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轉折的是它的日行燈 甚至這個日行燈它也包含了這個方向燈的功能 它的面積它的長度是非常長的 所以帶來不錯的一個辨識效果 那在錢包桿的兩側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導流的孔洞可以帶來更好的空氣力學效果 那也因為是電動車沒有所謂的水箱護照 但是它在靠近下部分這個地方 還有做出一些主動式的格柵 那可以去調整它的一些溫度的一些功能 讓它的一些能源控管或者是溫度的管理 可以做到更好的一個程度 好接下來看到車車的部分 Aria的車身長度大概接近4米6左右的程度 那軸距是2775mm 其實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原廠有強調它盡可能把車內的空間給做大 帶來更好的一個乘坐或是置物機能 那我們從細節來看這台車的側面 其實你會發現其實這線條上面算是滿簡潔 然後我覺得是很俐落的感覺 因為這台車車其實有獲得一些設計大獎的肯定 那靠近車身的下部分這個地方 它用的是一些鋼琴烤漆的飾板 來做出一個比較都會的感覺 那因為我們今天所介到的是高階的一個 這個真程版的車型 所以它的輪圈尺寸來到20吋 而且這個輪圈呢 它也是採用這種切削幾何造型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會覺得它看起來真的相當漂亮 配胎部分我覺得是低扁平比的配胎 但是呢實際乘坐的感覺 或是開起來的感覺 並不會讓你覺得很不舒適 這是它的在懸吊系統上面下的一些功夫 最後我們來看到車尾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最上端有一組尾翼 而且這個尾翼呢 也做出一些鏤空的造型 那在後方的板金線條它也做出一些層次 比如說在後車窗的下緣這個地方 有一個突起的一個效果 而且它也整合包含這個尾燈的一個造型在裡面 尾燈組的部分呢是LED的燈組 而且是左右連貫的一個設計 這也是現在目前比較流行的一個設計 甚至就連車標它這次的一個自己的感覺 都是有經過設計過的 符合這種美型的一個外觀 那靠近下部分的地方就是大面積的鋼琴烤漆飾板 那帶來很有質感的一個效果 好接著我們看到行李箱的空間表現部分 首先可以透過電磁閥來開啟後尾門 那其實這個尾門呢也具備感應起幣的功能 還算是滿方便的 那在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其實整個開口面積還算是滿大 要置物品呢其實還算OK的狀態 那裡面的平整性表現也不錯 那在一般的重量之下它有466公升的空間動機表現 那在這樣的一個行李箱空間裡面包含它是雙層的功能 它在下半部還有一個盒板 你可以放一些比較扁平的東西在裡面 好我們現在上到Aria的車內 然後這一次它所導入的內裝配色 基本上都是以黑色作為基底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真層版的車型 所以它的內裝配備相對來說是最完整的 那其實上車之後呢比較讓我感到意外的是 這台電動車它的內裝質感其實是比我想像中還要來的更好 尤其是上半部的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軟質材質的應用 那讓它的觸感是相當柔軟的 那原廠呢在Aria車上也融入了很多日式的一些設計細節 包含在門板的側邊 它有一些類似像盒子然後透光的一些功能 那這樣的一個呃...成色呢 包含在中間下半部這個區塊也可以看到 透過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細節你會覺得 很有這種日式風格很細膩的感覺 那甚至呢它包含兩組12.3吋的液晶螢幕 它的一個安置方式也並不是完全平行 它是有做出一點點曲線的一個造型 那這樣的一個效果是參考這個屏風的一些設計 所以讓它看起來更細膩的一個感覺 至於在一些細節用料呈現 包含中間這個區塊它是在一個 類似木紋的一個質地上面安置了一些觸控的按鍵 所以在使用起來它有點突破這種傳統按鍵的隔閡 你會覺得它在細節設計上來講是相當漂亮的 還有一點我很喜歡就是它在雙前座的中間 這邊有一個非常寬敞的走道 那這個走道呢假設啦 就是比如說你停車的位置 在正駕駛座這個地方比較難下車 甚至你可以利用這個空間爬到副駕駛座 然後再進行下車的一個動作都是很方便的 我覺得Aria它也藉由電動車這個格局 也帶給你這樣的功能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情 那在頂規的車型上面它有包含雙前座的電動調整座椅 那駕駛座的部分是12項的調整 副駕駛座是8項的調整 而且都是有記憶功能 那它也有這個通風加熱的功能 還有一點特別的事就是它在頂規車型上面 中間這個扶手它是有電動調整的功能 你看 它可以慢慢的往前移動 所以呢當你上面放一些飲料啊 或者是一些小東西在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位置 讓你在最方便救手的一個程度 那它的排檔桿呢是一個線傳的機構 那也是非常短節的一個造型 符合這種科技化的一個氛圍 那中間這個區塊它也整合包含 有這個無線充電的功能 那現代人常常使用智慧型手機 所以有這樣的功能 讓你使用的手機會更加的便利 剛剛有提到這個 前面的螢幕呢是兩組 12.3吋的液晶顯示螢幕 那這組螢幕包含可以顯示很多形式的功能 在中間這個區塊呢 你可以去使用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那現在的智慧型手機去做連結 透過藍牙的功能去連結 都是相當方便的一個程度 那當然因為是電動車 所以它也包含整合了一些 包含續航里程的功能在裡面 那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呢 在你使用原廠導航的時候 好比說我現在選擇一個地方 假設說我現在來到一個充電站 當你把這個充電站設為目的地的時候呢 假設它這5.7公里 它會依照你現在剩餘的電量 來幫你做一些預估的動作 告訴你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呢 你還會剩下多少%的電量 那我覺得在使用電動車的過程當中 可以去減少你的一個壓力 好我們接下來看到Aria的後排承受的空間表現 其實我上到車上之後呢 我發現其實它的寬裕程度還算是蠻不錯的 包含我的膝部空間呢 前方是我正常的座姿 大概還有兩個卷頭左右的距離 因為前方的座椅在背部這個地方 它有做出一些凹陷的動作 所以可以稍微再加大一點點這個膝部的空間 另外一點就是因為它是電動車的格局 所以它包含地板的平整性表現其實相當不錯的 這不論是你在上下車的動態或是你在長途乘坐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寬裕程度都是我覺得有加分的 另外在後排質感 包含門板上的一些細節的呈現 或是按鍵的呈現 其實都和前座是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的喔 那比較可惜的是我覺得在後排的座椅 它的這個腿部支撐的效果 其實還是稍微有提升的空間 還有一點就是它具備的後排冷氣出風口 而且它這個外圍的造型也和前座一樣 是用這種木紋飾板做為呈現 那後面也有電熱座椅的一些功能 然後有USB啊 Type-C的一些功能 可以讓你的手機進行充電 所以在後排的一些乘坐機能 或舒適程度來講 我覺得還算是OK的狀態 好 我們現在試駕的是全新的 Nissan Aria 那這台車子呢 我覺得一上車發動之後 讓我們覺得最感到驚豔呢 是這台車的行路質感 真的非常高級 但在此之前我們先形容一下它的一個動力規格 它是單馬達的設定喔 那我們今天的車型呢 是一個長里程的版本 所以它是91千瓦時的一個電池組 那它最大馬力呢 238匹的一個馬力輸出 在扭力部分有30.6公斤米的一個扭力 在這樣的動力搭配之下呢 它的續航里程 以WLTV的測試規範之下 大概是548公里 那其實就算打8折 都還有400多公里的一個續航里程 那0百加速大概7點多秒的一個加速的一個程度 其實面對一般的日常使用來講 絕對是充足而且夠用的喔 那一般想要電動車呢 就會覺得說 好像很多人啊 就會喜歡體驗電動車這種很狂暴的加速表現 那我覺得在Aria車上呢 也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但是它是很線性 然後很有效率的把你帶到你所需要的一個速度 就有點像是你在搭高鐵的感覺喔 它的速度很快 但是你並不會覺得很坑垮 那整個過程呢 也不會不舒適 或者是覺得噁心這樣的一個感覺 其實整個過程都相當合理而且舒適喔 再來談到這台車的行路感受 也是我一上車的時候最感到驚豔的一個程度 那包含它的整個懸吊系統的一個舒適程度 一般的電動車呢 可能因為車重比較重的關係 所以它為了去抗衡這樣的車重 所以會配置一個比較硬的避震系統 但是在Aria車上呢 我覺得它的避震器呢 雖然設定上來講是比較偏舒適取向 但是呢 在很多的狀況之下 一般的日常行駛的狀況之下 都不會讓你覺得說 太過於不穩定啊 或者是有這種 讓你看起來有點恐怖的感覺 甚至在壓過坑洞的時候 它對於震動的處理來講 都是相當這種遊刃有餘 而且我覺得是很成熟的一個狀態喔 那我覺得這是因為 你上他們其實很早就做了Leave這樣的一個車型 那Leave算是很早騎的電動車 所以他們累積了相當多的製造電動車的一些經驗 那這次再來打造Aria 我覺得他們有投注一些這些經驗值在上面 所以所打造出來的一個狀況呢 使用起來相當的舒適 而且在整個操控界面來講喔 非常像傳統的燃油車 你在使用這台車的時候 不太需要重新學習 重新適應 一上車之後 包含整個體感的駕駛感受 加減速的感受 油門踏板的一個回饋 轉向的一個感受 都很像是傳統的一個車款喔 所以我覺得開起來就是一切的相當的合理 看起來好像平淡無期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它做了很多的巧思 讓一台電動車可以達到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再來就是我覺得這台車的隔音品質 真的做到還蠻不錯的程度喔 雖然電動車就是少傳統燃油引擎 這樣的一個聲音 很多噪音其實都會被放大 但是我覺得Aria它做了很多隔音的工程 包含底盤的隔音 來讓它可以去除一些噪音 再來就是呢 它包含前檔風玻璃還有後面三塊的一個玻璃 都是採用雙層的隔音玻璃喔 所以在這台車上我覺得整個年輕度表現 其實真的是相當不錯的喔 那其實這樣的也會對一台車的豪華度 或者舒適度有正面駕分的一個效果 至於在操控表現方面呢 我剛剛有提到其實這台車是以舒適取向為主要的一個設定方向 但是我覺得即便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之下 當我們在山路上行駛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覺得它的扭力相當充足 所以你的爬坡呢是相當有效率 可以一直維持在你想要的速度之上 但是當你在面臨過彎的過程當中 你會可以感覺到 其實這台車重雖然已經突破兩噸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均衡程度 配重的一個協調性是相當不錯的喔 我覺得這是你上次在打造一台電動車的時候 它的一些成熟表現就會體現在這裡 那另外就是大家現在很在意的包含主動安全科技啊 還有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那你上隱隱為傲的這個超四距的功能 就是可以偵測前車和前前車的一個狀況呢 主動幫你做提示或煞停的這個功能 其實在Aria車上也都有搭配喔 那縱觀這台車子包含外型上 我覺得它的設計是相當極簡 相當具有個人風格相當漂亮的一台車子 所以總理來講我覺得你上Aria 我覺得是一台你沒有辦法單從規格表去感受到它的好的一台車子 是一台必須你親身到展示間去試乘 去試駕 去坐坐看 體驗看看這台車的質感 開起來的感覺 行駛起來的感覺等於一台車子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我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掰掰 記得去試駕喔 還燃油車才夠熱血啊 電動車滿滿高科技才夠香啊 不要吵啦 要吵就是LINE聊天市場 你要的燃油車 你要的電動車 地球黃金線LINE都有 還有車坦獨家 購車攻略 車友名調 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LINE好友 還有汽車周邊 讓你帶回家 LIN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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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